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爱分享,我是Alita 今天特别邀请了Oscar和我一起来聊一聊男生护肤那点事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优雅的男生呢,就是Oscar 大家好,我是Oscar 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样子 我相信在镜头前的会员们你们眼睛都亮了 精神小火一眉啊 那在我们开聊之前呢 一起来先看一看我的一个小调查 Rico,Rico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平时护肤吗 偶尔护肤 那你为什么会偶尔想到护肤呢 因为有时候皮肤比较油 你觉得男士护肤品对你来说有什么需求呢 最主要的是深度清洁 然后可以去除油光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去油光 然后深度清洁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 Eason 来,打扰你几分钟 一看你就是比较懂保养的男生 你平时护肤吗 护肤 你相信护肤品能够帮助你能够缓解肌肤的一些困扰对不对 当然能了 如果男士产品的话 你对男士产品有什么要求 主要的话你使用的简单 因为男人比较一般都比较懒嘛 在一个情况的话 就是你要去一下就是油脂分泌过剩的这个情况 在其他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对你来说油性肌肤只要清洁干净 然后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对吗 好的,谢谢你 美希美希 打扰你一分钟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平时护肤吗 我平时不怎么护肤呢 那你为什么不护肤呢 平时工作比较忙 没有时间去护肤呢 哦,比较繁忙 所以没有时间护肤 那如果要上男士产品的话 你对男士产品有什么需求呢 希望就是简单一点 好打理一点就可以了 给你比较省时间 简单方便的使用就可以了 是吗 是的 好的,谢谢你 莫姨 打扰你一分钟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护肤吗 会简单的护肤 很会懂得保养和简单护肤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呢 让皮肤更健康干净一点 上升了另外一个高度 让皮肤更加健康 那你对男士护肤品有什么期待呢 要产品要简单好用一些 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产品 你会购买吗 会的 会买 好,谢谢 通过刚才的小采访 带我们一起了解了 男生对护肤的一些需求和要求 男士护肤当然不是由我来主讲 当然是Oscar Oscar被我们称之为爱多美的全项佑 那平时是不是对自己的皮肤保养也很关注呢 谈不上很关注 就是每天养成了简单护肤的习惯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男生都开始关注自己的皮肤 还有健康饮食 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前大部分这都是女生才会更关注 脸部的保养 身材的管理等等 是啊,男生也不能掉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说明大家都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了 对,那健康的生活才能有健康的体魄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 平时都是怎么护肤的吗 我的护肤其实很简单 太复杂了 我也记不住那些步骤 所以简单点 反而更容易养成习惯 对,你代表了大部分男生的这个心声 那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 你的护肤步骤 首先的话是清洁 我比较喜欢清洁力度大的这款护肤洗面乳 尤其是夏天 男生出油出汗也多 所以这款洗面乳非常适合我 嗯,清洁的力度大 然后清洁的会干净 就会缓解一些黑头啊 粉丝啊出现的一些状况 对对对 第二步就是化妆水 洗完脸马上拍上 没有那么干 而且我们剃须后 化妆水可以帮助我们舒缓一下皮肤 嗯,那这款化妆水能满足我们对它的要求 一举多得 又可以缓解干燥 带来滋润感 又可以去舒缓 剃须后的一个肌肤 它的吸收如何呢 吸收很快 不粘 嗯,这是男生对这个产品的要求啊 一定要没有那种粘腻感 嗯,不过它的味道也是比较好闻的 我觉得是有那种中性的女生可能也会比较喜欢这种味道 那之后下一步你还会继续护肤吗 会啊,因为化妆水很快就蒸发掉了 还是会涂一些乳液的 嗯,那么时间够的话 我也会再涂一个精华 哦,真的吗 我以为男生可能都不爱涂精华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男生真的是越来越爱自己了 嗯,毕竟比起花样爷爷 我更喜欢奔跑的兄弟 看来跟女生是一样的 不甘落后对抗岁月啊 那我们一起来试用一下这块精华 试试它的吸收如何 吸收很快,不粘 很快就推开了,比较水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分啊 它是添加了保湿和亮肤的功效 所以你用了它以后 你的皮肤呢就会远离暗沉 给你可以做一个阳光大男生 真是一举多得的产品 改善粗糙,改善暗沉 又对毛孔粗大能够集中护理 如果哪天时间比较赶来不及的话 我也会在化妆水后直接涂个乳液就好了 真的是简单粗暴的护肤啊 直接化妆水完了以后就涂我们的乳液 也是可以的,时间不够可以用它 它的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 直接这样倒出来 诶,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嗯,质地是那种半透明的质地 水分也比较多 而且呢没有这种粘腻感 所以对油性级度来说会非常的友好 嗯,味道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嗯,淡淡的,使用感非常好 嗯,那简单的这几步你的护肤就结束了吗 有时候也会涂一下防晒刷 原来不怎么涂的 因为比较讨厌那种被闷住的感觉 但是埃多美的防晒乳不会,很轻薄 对,这个防晒乳真的是很轻薄 然后透气感非常好 真是一个精致的一个男生啊 那很多女生听到了你的分享呢 都会觉得比较惭愧 其实我们应该要重视自己的皮肤保养 皮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张形象名片 每个人都要好好地保养它 养成一个好的护肤习惯 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肌肤状态 好了,谢谢今天Oskar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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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